一代TVB花旦陈法拉,走向国际有考虑街拍美剧,厉害了我的姐。 说真的,在TVB那么多花旦里,也就真的只有陈法拉,有国际范的明星气质。 那些年在TVB担任母大当家花旦之一的她,从一个新人在里面默默磨练住自己,她也绝对是爱演戏的。 曾在唐新风宝之家好乐园里,饰演雅巴女孩阿庆,在剧中纯粹靠表情,熟于向公众表达自己,大受好评,那时候的陈法拉,是非常努力的。 真正让她靠演技和角色走红的,是在《金国枭雄之一海豪情》里,陈法拉饰演的苦名难民刘晴,演技可圈可点,虽然全过程都被邓翠文,迪要想改过了奇光芒。 但现在回去重温这部剧,你会发现陈法拉演技绝对可以媲美邓翠文的。 从2006年的《法正先锋》起,陈法拉在TVB参演了共21部TVB港剧,无论是尖角,配角,主角,角色,示范傻的,精英类的,清纯类的,陈法拉拿捏的都很到位, 说她是杨姨,不幸尔,中佳心,许子山里的五大花旦中最好戏的,也不为过。 2013年,陈法拉不甘于在TVB,于是离朝。 离朝的时候就说到了,会到美国进修一个月,结果。 演技已进修起来,就过了接近五年的时间。 据港门了解,陈法拉在美国进修完后,再去了英国进修,多个地方的演艺课程都要进读一下。 从去年开始,陈法拉就在纽约继续修都戏剧硕士课程。 但单是读书可没收入可不行,评级在TVB积累的人气,陈法拉时不时回到香港参演一些戏剧的表演,以赚取生活费和进修费用。 就这样到了今年,陈法拉的硕士课程也快要读完了。 前几天,记者在米兰的时装周发现了陈法拉的影子,他也走向国际参与了品牌的代言活动。 在这里,香港记者获取了一些陈法拉的静气动态和演艺消息。 了解到,陈法拉即将在硕士课程里毕业了,他也都准备好了要重返工作岗位上,最近还已经在挑选美剧的剧本。 看来是确定了,陈法拉打算走向国际,又计划参演一些美剧。 而记者也问到了陈法拉是否会回港拍剧呢? 陈法拉就表示有机会的,回港拍剧就暂时未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